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再做一个IT的杂谈视频 什么内容 咱们看我的画面 2018年我们该学习什么开发语言 为什么要做这个视频 因为我这个小马视频 在这个优酷YouTube 包括B站 都是我自己的这个技术视频 然后有很多朋友给我留言说 他说这个 不知道自己该学习什么语言 因为现在 尤其是这个2018年的毕业生的朋友 好像自己很迷茫 我学什么 我觉得什么都该学 但是什么都学不经 我确实是 也受到这些朋友的 这些个message联系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个视频 给您讲解一下 我作为一个有经验者 经验者来说 我并有了大概十来年的开发经验 应该给你些什么建议 从今年开始 到今后的20192020年 咱们都该学些什么东西 什么学些什么东西 更有发展方向 更有前途 我讲一下我的经验 供您参考 也许说的不对 没关系 咱们一起探讨 一起学习 好 那咱们进入今天的主题 2018年开始 我们该学习一些什么语言 首先这么往下看我 我这做了一个PPT 咱们一起看一下 首先咱看一个Tuby的指数 这个是什么指数 这个是全球 全世界非常流行的开发语言的排名 这是网址 有兴趣朋友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一定把它打开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请看 就是这个网站 Tuby 我也是经常参考 它是平均每一个月 会公布一下最新开发语言的排名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是2018年6月份 这是最新的Tuby的排名 怎么排名 咱往下看 我把这个屏幕放大一些 可能要不做视频 太小的话 看不清 咱们看 2018年6月份为止 排名第一的是Java 没有问题吧 确实没有问题 但有朋友说 我们不用Java 我们用PP 这没关系 咱们再往下看 目前它的语言排名第一是Java 没说的吧 第二呢 C语言 第三C++ 大家注意看 C和C++居然排名这么高 为什么 自有它的理由 第四 网舌 第五 C Sharp C Sharp是老牌语言 我也是非常的喜欢 接下来VB VB为什么有人用 是这样 VB拿它做网站 其实很少 但在企业内部做开发 就很多 而且作为Windows Form来说 VB觉得是No.1的语言 然后PSP 这也不用说 PSP 有的朋友说 它是世界上最好的语言 这个我也不跟您抬杠 反正我感觉还是可以 但是说 我用的最熟的不是P2P 好 再往下 JavaScript 再往下 SQL SQL都不叫开发语言了 这属于这种数据库的查询语言 然后再说R语言 这个是科学计算 用于科学分析 Ruby 再往下 VB VB跟VB.9一回事 咱把它理解成一个事 就可以 接下来Pro语言 Swift Swift居然就下降 然后还有汇编 Modelab 这什么 这我根本就没用过 然后Go语言 Delphi Delphi都N年前了 N年前了 这个我当初学过 上大学是学过 但是No No No 不用的 还有PL PL Circle和这个 SQL 你也认为是一回事 没有问题 OK 有这么多种语言 供咱学习 那么咱们该学什么 尤其作为毕业生朋友来说 这么多语言 我学得过来吗 学不过来 那么 咱们该学什么呢 这就是我今天的课题 好 那咱们看 咱们该学什么 是啥 我给您的建议 这么多语言 我们该怎么学呢 我给您 列出了 Top5 我认为 在今后为止 这么多语言当中 多了牛毛的 上百种的开发语言当中 我选出了Top5 我认为是今后 比较有前途的 供您参考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 第五位 Java Java 你们没看错 就是Java 我其实前几天 做过一个视频 专门吐槽Java 就是说 咱还学Java吗 不学Java 原因是因为 Oracle 它把它慢慢的 作为商业化的 这个开发语言 学它是因为 现在用它的太多了 而且呢 刚才咱们这个 Tuby这个参数 并没有说谎 现在Java语言 绝对是最流行的语言 它不仅用于网站 也用于企业内部的 计算开发 统统都是用Java 甚至说 有朋友知道 安卓嘛 安卓也是用Java开发 但是今后呢 好像这个 Google 想摒提Java 因为他们在打官司 和Oracle 目前来讲 学Java 应该是 没有问题 尤其是 您想在一些 大公司就职 像日本这边 大公司里面 用Java的 真的是很多 我也推荐你 大公司现在用的是Java 大公司内部开发 一个是Java 一个是Dernet 这是两大 真的是两大 大公司语言 你说是创业公司 那可能用Java相当比较少 因为它的单价比较高 开发周期比较长 这是它的问题 但是它的开发领域 是最广泛 没有之一 OK 所以说 我的第五位 是Java 推荐给您 隆重推荐给您 确实是 学Java 绝对不会后悔 你就记住我的这句话 学Java 绝对不会后悔 OK 再往下来 但我要再多说一句 有朋友说 我不用Java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 Oracle 想把它商业化 但是 有个大公司 因为它是大公司的语言 那么大公司 是愿意为Java付费的 如果您的公司 愿意为Java付费 那么咱们说 用学Java 使用Java 是完全没有问题 OK 这是第五位 那么第四位 Go Swift 或 不是或 我是写上and 也无所谓 Swift 或Cotlin 和Cotlin 为什么这个叫或 或者叫和 都无所谓 因为它们的语法相近 如果您学过C Sharp 学过Java脚本 学过JavaScript 那么您在学Swift 和Cotlin 其实相对比较容易 它们的语法 非常非常类似 甚至说您学过C语言 再学这样语言 都非常的容易 而且我们学过C语言 为什么要学这两个语言 因为咱们从今年开始 就不是从今年开始 已经开始了 十几年了 手机开发 iPad开发 绝对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而且呢 现在以这个就职来看 手机开发的就职率 肯定是非常的高嘛 像我现在是在日本这边 那简直就是说 这种人才非常的少 还是非常少 虽然都过了十几年了 还是非常少 而且呢 尤其是这个Cotlin 这种语言非常的少 所以说 您今后把您的定位 如果是在手机开发 移动开发的领域 那么这两种语言 都要学 比如说 有朋友说 我就学这个苹果 我就学iOS 那Cotlin呢 您可以不看 没有问题 但是我认为啊 您要是作为一个移动开发 不要局限于某一种品牌 或某一个操作系统 既然咱们 现在全世界最流行的是 iOS和安卓 那么这两种语言 您都学的话 对您今后的移动开发 记住 不是单单纯某一个平台的开发 是非常有好处 所以说 这两种语言 我把它排成第四位 因为它们语法相似 所以说 我把它作为同样一种语言 放到第四位 推荐给您 这种语言都要学 好不好 好 再往下 第三位 大家请看 Luby on Rails 是的 没有看错 Luby on Rails 这个其实不是一种语言 它是一个开发框架 或者说是外部开发框架 它是基于Luby语言进行开发 对不对 为什么我把它放过来 为什么别人都有语言 而它是框架 因为这个框架 开发外部网站 实在是太快了 真的很快 如果仅仅是Luby 那我不推荐您 但是是Luby on Rails 我就非常非常的推荐 尤其是这个创业公司 像我们公司 现在主要平台 以前是用Java 现在通通都改为Luby on Rails 为什么 开发语言快 而且现在Luby on Rails的 人才也非常的多 当然是我是作为这个公司来说 作为创业公司来说 您用这种语言开发 绝对让您这个系统构建的速度 能够倍增 我是绝对推荐 尤其是比如说 我们创业公司想做网站 用Luby on Rails 没有问题 比如说我们想做手机应用 您用Luby on Rails 做后台的API的服务器 也是完全完全的没有问题 当然了 您说用这个NodeJS行不行 也没有问题 但是呢 我是绝对首推Luby on Rails 尤其是这个创业公司 我是极力的推荐 所以说 作为您这个毕业生朋友来说 作为您迷茫的朋友来说 作为您想做网站的朋友来说 那肯定要学习Luby on Rails 开发速度 非常非常的快 你说我做网站 光是这个够了吗 肯定不够吗 HTML 包括这个炸辣脚本 包括这个CSS 也都是要作为这个技术知识 所有掌握 但是框架来说 Luby on Rails 开发速度最快 没有之一 OK 再接下来 第二位 JavaScript 是的 没有看错 JavaScript 现在流行一个语言 或者说现在流行一个说法 叫做全站工程师 你怎么做到全站 从头开发到尾 从WebUI的一个按钮 开发到后台数据库的 SQL语言 都要用 那么哪种语言 能够最简单的 让您成为全站工程师呢 就是我现在屏幕上 打印出来的 JavaScript 前台肯定少不了 后台也少不了 后台比如说 我用Nodejs框架 然后我的数据库 如果说用MongoDB的话 那您全都是在用JavaScript进行开发 而且有一句流行的语言 不知道您听不听说过 就是说 如果这个系统 能够使用Java脚本 JavaScript进行架构的话 它最终有一天 将会使用JavaScript 进行改修 进行架构 我觉得这个话虽然说有点极端 但是也是说明 JavaScript这种语言的流行度 为什么 它是非常的好学 而且应用非常的广泛 从UI客户端到服务器端 到数据库端 它通通都有它使用的场景 所以说 作为这个学生朋友来说 掌握Java脚本基础的使用方法 是完全的必要 甚至说是必须 推荐给您 学习它绝对没有坏处 好 再往下 第一位是谁 是PSP吗 是PSP吗 肯定有很多朋友说 这绝对是PSP吗 对不对 好 咱们看看 我的第一位是谁 Python Python3 为什么是Python 不用说嘛 自打17年 Google推出TensorFlow开源的时候 Python3就注定要成为今后五年 或者说更长时间最主流的语言 为什么不是23 二年就可以放弃了 从今天开始 咱们一起学习3 Python3都能干什么 Python都能干什么 反正据我了解 据我掌握的知识 Python除了操作系统不能写 操作系统是用C语言写 除了操作系统不能写 其他的领域没有不能写的 服务器端能写 客户端能写 网站能写 游戏能开发 人工智能 更是它的强项 它有多如牛毛的参数 多如牛毛的数据函数 多如牛毛的第三方库 所以说 它真的是无所不能的语言 在今后五到十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都会有它的舞台 而且我国内不知道 比如像国外的YouTube 就是用Python开发 非常非常的好 如果说您觉得 我前面的四种语言 都不想学的话 那么和我一起 咱们今后一起来学习Python 咱们一起来学习Python3 我想把Python这种语言 把它做得详细一些 让它涉及到各种各样的领域 让您有所掌握 同时 作为我相话视频来说 人工智能的开发 Tencent Flow的研究 也是我今后的方向 要让咱们一起来做吧 OK 最后排名 看一下 第一 Python完全没有任何的 怎么说呢 如果说是在其他的语言中 比较的话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任何理由 不选Python 所以说我把Python放到第一位 也许说有Python朋友来说 Python是最好的语言 我不跟您争 反正对我小马来说 Python是我今后主要学习的语言 作为您毕业生朋友来说 我也是作为我小马来说 推荐给您使用Python 进行您今后所有系统的架构 第二 扎了脚本 也没有说的 刚才都说理由 第三 Luby on Rails 第四 Swift Kotlin 第五 Java 这就是我今后 我的小马视频 或者小马技术视频的主要的方向 当然你说其他有没有 比如说HTML CSS开发 技术开发有没有 有GIT有没有 有数据库 有MySQL 今后我也要做 作为开发语言来说 我是按照这个排名推荐给您 希望对您来说 有一定的帮助和参考价值 OK 今天的视频应该就这么多了 今后我还会不定期的 做类似这样的排名的视频 也希望您能够持续关注我的小马视频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 咱们今后的视频再见 拜拜